呃 他的資本額2億4千萬 一年就虧了三分之一啊 薪水很高 我覺得都是 安插你們的人士 安插陳其中 他喜歡的人的人士 大陸啊 從3月1號 禁止台灣 鳳梨賣到那邊去 請問你覺得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一個經濟問題 委員 在第一時間 因為我們是接到對方檢疫單位來函 我也想說這個檢疫 大家應該好好的依據國際的規範彼此的互動 那如果是檢疫的問題 大家照著檢疫來 可是事後這樣子看起來 既違背了國際的規範 又是突襲式的 我們覺得很遺憾 這樣子做法是不好的 好 那請問一下 這個是大陸這個 跟我們那個平台 就檢疫的那個平台通知我們的 對 那我們這個平台有沒有去跟他們去談呢 有 一直跟 有沒有很認真的談 那談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沒有 來我請 各位報告 上禮拜四 我們兩岸在針對動物植物檢疫的這個管道 都持續的在做非常順暢的這個討論 那他上禮拜四 傍晚 那有 來信說 從 3月1號開始要禁掉 暫停我們的鳳梨輸出 我們有立刻的回寒 回寒的隔天 中國海關總局又再次的來函說 基於他國內的法律規定 那跟他們所謂的相關的理由 我們還是有再次強調 這樣的做法跟國際貿易的規範 有很大的不一樣 這個齁 那你們就趕快到WTO去告嘛 跟委包 按照程序都是兩國要先談 你們要不要到WTO去告的 談不攏的時候 那才會考慮到多邊的 麻煩你齁 我請教一下蘇院長 你覺得他不符合這個貿易的規範 你們要不要到WTO去告呢 相關的程序我們都會走 但最好還是希望對方 能夠一本過去往來 而且同一個這個時間 其他世界各國沒有這個狀況 怎麼中國突然有這樣 而一過去 不 我跟你說 再一點點 我覺得你們沒有認真地去跟人家談 沒有認真地去跟人家談 一直善意要領機 如果說你覺得 你們沒有認真談 你又覺得他們違反這個貿易的這種規範 那你就去到WTO去告嘛 我們都第一時間回應 而且就科學根據提出來 也按照國際貿易的規範 我們是對 我對農委會 我們不會去同情他 去原諒他 但是我們非常 對我們的果農是感到心痛 採收的時候到了 採收的時候到了 突然那邊不讓你進去了 請問這個是 請問主委 我們這一次要賣到大陸的這些鳳梨 有多少個 去年大概四萬多噸左右 那目前我們 四萬多噸 暫停輸入 我們儘快的再找 除了對岸以外的 十六個國家的市場 日本 今年絕對會超過三千五百噸 有史以來最高 我們希望可以超五千五百噸 我們三千五百噸 一年三千五百公噸 就是創歷史新高 到目前外向業者承諾 我們駐日代表 謝長廷嘴巴上講的 待會我把他寫 他的臉書上的 我們拿出來討論 院長 平常講 我們現在當然 該幫助這些農民 但是 但是 如果接下來聯誤了 芒果了 世家了 也發生這種狀況 我們要怎麼辦 還是我們自己買來 我們自己去幫他們買 買農民的 我們每天去吃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中國這樣一個就一個 那就是很政治啦 他在講說他不是政治 如果他很政治怎麼辦呢 那可見 我們過去一再無意 不要所有的雞蛋 放一個籃子 是對的 可見 我們一直說 不要所有的雞蛋 放一個籃子 這是對的 我待會就要檢討你們 你們一直放在一個籃子裡 所以 我們說 中國應該讓商業累積 不要很政治 各位 我們去年的水果 賣到 韓國日程 美國大五度成長 我絕對不會站在 中共的角度上 來談這個政治 但是你發生了這個事情 你要幫農民解決問題 這才是正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三個做法 第一 價格不低於去年前年的平均價 第二 主國家隊 第三 盡力打開各外銷國市場 並且國內 大家也收聽 院長 不要搞那些大內宣 我請教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大內宣 從這個 蔡總統上來以後 就是要新南向 請問 五年了 新南向賣了多少水果 我們這次憨然我才發現 舉例鳳梨啊 舉例鳳梨啊 五年前 就是百分之九十五 賣到 鳳梨百分之九十五 賣到大陸 到現在是97%賣到大陸 你這個 剛才你不是說嗎 一籃雞蛋放在一個 全部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今天的結果就是這樣子啊 五年沒有改變耶 我們去年 五年有改變嗎 我們做生意有人買 我們盡量 這第一個點 我們盡量拓展 所以我也是看 歷史上第一次 我們密找銷韓國 把他銷美國 這都是我們打開市場 那另外很多的成長甚至百分百 五年來 外銷到中國以外的市場的水果成長率 超過30%以上 這第一個 院長 這個是從網路上找的 這個不是誰寫出來的 我們看看鳳梨 這個問題啊 蔡總統105年5月20號 就任 當時 新南向國家賣了11噸 全部賣到大陸 兩萬七千八百五十五噸 一路下來到去年 你看看 院長這是數字耶 這是真的耶 我們賣到新南向賣了多少 你嘴巴上說 跟實際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這是解釋的問題 我們也不排斥中國 世家也是如此 原物也是如此 跟委員 你看 全部都集中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上 台灣的水果有三十幾項 新南向做的是什麼 新南向的成績是幾乎是不敢講是零 幾乎就是零啊 我們能做生意 我們做生意 而對中國 我們從不排斥 你也應該可以這樣解釋 我想啊 院長 做生意 尤其是我們集中在 那麼 那麼 全部集中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上 你們的陸委會呢 也不跟人家去打交道 你們的陸委會 一天到晚跟人家嗆這個 嗆那個 我是覺得 做生意啊 要認真去做 真正說 嘴巴裡喊的新南向 結果是這樣子 委員這一張圖 以天蓋全 新南向 我們每一年有60億的外銷在成長 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 台灣的水果有三十幾種 這四種 只是比較賣到對岸的水果比較多 第三個 這五年來新南向農產貿易 至少用2016相比 2017比2016 增加150億台幣 2018比2016 又增加200億的農產貿易台幣 所以實質上都有在進展 不能拿少數的幾個水果 倚賴對岸市場 來說我們新南向跟外銷中國以外的市場 沒有績效 這個數字都可以公開的 秀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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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到新南向 成長141% 沼子成長140 芒果也是同樣的比例 會後我可以把所有的這些統計數字提供給委員 你剛才講那個鳳梨啊 這是你們公布的數字啊 所以 這是你們公布的鳳梨 你剛才講鳳梨 別的水果我沒有把它塞入 我同意這個是我們公布的數字 賣到新南向 從五年前的13噸 到現在的461噸 很了不起喔 院長 很了不起喔 新南向也就這樣開始了啊 他說賣到新南向 不不不 增加的結果就在這裡啊 你看 一年比一年成長那麼多 都在努力中啊 而且 而且這也是大大又是一個新市場 你敢講做這個叫做努力喔 啊 這都要打屁股這叫努力喔 我不能這樣講 大陸市他們的盡口 100倍以上 你好意思講嗎 占了97% 我也不能這樣講 這個做生意 那你中國的市場 你生意做的很爛啦 你們也不要講做生意啦 這個我們是新開發的市場 我們現在 我們秀一個這個齁 你現在要成立什麼鳳梨國家隊 動不動就成立國家隊 很好啦 很好 其實我們的國家隊啊 農產品國家隊 早就成立了 有兩家公司 一個叫台農發 一個叫台農頭 這真的很多齁 我現在就要 檢討這個台農發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是在2016年12月5號 蔡總統啊 在他的臉書上來講說 台農發公司 就是台灣的農業行銷國家隊 哇都是國家隊 了解 那我們看他做了些什麼事吧 我們看他做了些什麼 院長 你們為什麼不讓這家公司啊 到立法院接受立委的監督呢 包括他的政府持股比例沒有超過一半以上 我請教家院的好不好 請請不要請 那個委員是這樣 要到大院來 也要有相關的 這個規定 都依大院的規定來走 我跟你講齁 你們講在裡頭 他是個民間公司 可是我們看看他投資的人 是什麼人齁 那這個資本額兩億四千萬 台肥投資了八千萬 兆豐銀行投資了三千五百萬 外貿協會 CAS協會 國和會 雜糧機器會都是政府 政府的齁 各兩千萬總共是 兩億四千萬 那幾乎都是政府 資助的公司 再投資 這個當然就屬於政府的一家公司 因為人事也是你們派的 現在的 現在這家公司的總經理啊 叫做洪中修 請問陳主委 洪中修你認不認識 當然認識他之前是國際處的處長 我們2019外銷大幅度成長到一千七百多億 就是他任內的時候 他是國際處的處長 他現在是借調過去的 沒錯 院長 這樣子的單位 居然不讓立法院來監督 不讓人民來監督 我不知道你們居心何在 委員這一個人事都有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個台濃花今年 我再請教院長好不好 委員是這樣 因為 我為什麼不請教你 因為是你獨斷獨行 不讓他到立法院來 這個人事又是你派的 又是你的學生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這個單位為什麼不讓他到立法院 接受人民的監督 這樣委員我來了解看看 那因為要到大院來 也要有相當規定 跟相關的資格 院長啊 你在講什麼 我們都聽不懂 剛才我講那些投資的公司 包括兆豐 包括台肥 都立法院都可以監督他們 都可以請他們來的 當然 因為這是 他們所組成的公司 當然立法院可以來監 立法院代表人民來監督他們 我為什麼要監督他們 幾年下來你知道他領業狀況怎麼樣嗎 院長 他資本額兩億四千萬 一年就虧了三分之一啊 薪水很高 我覺得都是安插你們的人士 安插陳其中他喜歡的人的人士 各位報告 中興大學別的學生 如果都是我的學生 我很樂意 去年的損益已經降低到最低 今年損益兩平 絕對會達到我們所要求的目標 我想翻到上面一頁 敘述一下台農發他的戰績 2017年從越南進口大白賽失敗 2018年要舊香蕉 結果呢說你們要外銷到中東120噸 結果到了當年六月份 只賣了兩個貨櫃 二十三噸 七月份也只賣了一個貨櫃 2019年 到2019年年底台農發 虧損了八千萬 也就是資本額的三分之一 這個都是從你們的資料提供的 我們把它整理下來 院長 我是覺得這家公司的資本行程 都是關谷的公司投資的 然後呢 人呢也是他的愛像派去的 比工人員的薪水多了很多的 結果呢這家公司虧損了 不讓立法院不讓人民來監督 給個道理吧 你覺得他該不該來 這個委員我來了解看 那另外剛聽主委報告 是已經打損一兩瓶 我們不要講的 那是他說的 他的話參考一下就好 吳院長我再講一遍 你不要跳開庭 資金 都是我們政府的公司投資的 金額也不是很多啦 兩億四千萬 這個人是公務員 是他的愛像派出去的 汽水比公務員多很多 然後呢 到二零一九年 虧損了資本額的三分之一 你說這樣子的公司 該不該 接受人民的監督到立法院來 你覺得該還是不該嗎 接受監督是應該 那有時候是行政體系 有的要到國會 到國會都依相關規定 那我來了解看看 我們在經濟委員會 已經多次報告 台隆發的一個 再用書面給立法院 多久時間可以告訴立法院 我來了解看看 這是怎麼樣 因為 兩個禮拜的時間夠嗎 我倒沒有安插任何人 是我來了解 我知道你沒有安插 他有嘛 委員 你不能做不實的 陳其說有 我沒說你有 如果說你們 所謂的安插人士 為什麼不讓人民來圈都呢 我們到經濟委員會 報告恩賜以上了 可以詢問所有的 朝野各政黨委員 我們在經濟委員會做報告 麻煩你不要講 我請教一下院 因為這個做決策 院長說可以就可以了 我來弄一個書面 你剛才說兩個禮拜 那我請他們儘快 來做一個書面 給大院做報告 我跟你講 真的 陳主委 這明明就是你們農委會 一手控制的公司 錢也是來自於 政府相關的 相關的 投資的公司 人是你的人 然後呢 出了事情 出了事情若無其事 不讓人民來監督 實在是說不過去的 我們可以把它賣到蜜藻 賣到各地的農產品 給委員當參考 106年 陳主委 帶隊 到日本簽了一個五年的一百億的MOU 請問一下主委 這個MOU你們執行了多少 各位報告百分之百執行 甚至超過我會後提供所有的資料 甚至日本所有的大廠 包括販賣包 甚至包括他的Seven 都跟台灣共同 賣了超過一百億日幣 產品一年就有超過五十幾億 我很樂意的提供資料給委員 很好啊 如果說你們就知道 到立法院我們問問 不是通通都清楚了嗎 為什麼你不讓這個單位 到立法院接受人民的監督 我們到立法院多次報告 台農花的營運狀況 甚至也可以把新加坡 包括各地我們在貿易上 所做的這些 完整的績效跟所有的委員報告 好 最後院長 最後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兩年前啊 2018年啊 這個九黑選舉的時候 我們辦了公投 其中有一個公投啊 就是反核實進口的公投 那到這個月31號 這個兩年期啊 就到了 時間到了你們會不會 宣布日本的核實 進口到台灣來 我們現在沒有做這樣討論 不是 我再請教 到下個月你們會不會 做這個決定 我剛才報告就是說 我們現在沒有做這樣討論 現在沒有 下個月呢 我們公投的結果 我們都會尊重 然後都照公投瓦來走 公投有時間的限時 如果你說要開放 兩個月到了 你要討論嘛 那現在沒有做這樣討論 我相信啊 我相信 如果說你們進來 一定會有另外一波民怨 日本的核實 中國大陸 韓國到現在 人家說不進就不進 日本有很多的水果嘛 像我們的官員送禮 都是買日本的水果啊 完全日本的水果 完全日本的水果進來 很多話 為什麼一定要進往 有發生核災進攻的水果 好 謝長平啊 謝長平動不動就去講那些故事 實在這話 謝長平 不要被 謝長平 各位去被大家洗澡掉 幫助日本的代理 真的 真的是 真的我覺得很丟人 日本的核 日本的水果 進到他們 真的是很多 你們官員 這個不會 送你 我所了解的 都是買那百大水果的 日本的水果 但是我們買 我們買 買了很多的水果 為什麼還要再多買 還要再多買 日本核災進去的水果 對 並未來 新年快樂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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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